三教九流历史上不同的时期 这是一个不同的说法 但是它有风水流转 三教基本上就是鲁氏道 没有变化 九流在北加正名比较早的时候 是偏向于学术 人们思想争端 除了主流的鲁氏道之外 还有法末 兵家 农家 小说家 阴阳等等 其中的九个比较勉强 即使是这样 其实那个时候无所谓教 后人给他灌上去 演绎出了个标杆祖先 从他那儿起 实际上他们那个时候 百家也是为了寻求一个真知 一个初心为社会到底讨论 怎么样才好 像释迦摩尼老子那个时候 哪有什么教啊 就是有一些门声而已 尤其像我们现在 这个孔子圣人 说儒教这个就很少 是吧 就是如果说是 那我们大家都是教徒 这个道 这个佛呢 演绎的比较多了 当然有好的 但是说 这个宗拜之间呢 互相的 不信服啊 争端 包括这个对立 就是说内部的 以及是过度的信仰 是吧 现在就叫这个词 也不太好 那九六在后期呢 虽然说都不一样 但大体上呢 比如说 这个一六佛佐二六仙 三六皇帝四六官 啊 当然前两个我们就不要说了 作为人一时半会很难 那皇帝也很难 所以说往后我们就看 这个上九流呢 就是一些当官的 这个就是 包括还没有当官的 就是一些近视啊 这个举人呢 等等 这个就比较靠后了 这个围观好修行嘛 就是为百姓 为天下能做事嘛 是吧 一句话 是吧 所以都 千秋万马东木桥 就考考这些 那那个时候主要也是考语文 所以我们再往后看 这个中九流刚开始就是秀才 再往后也就是一些 这个有比较有文化的 什么书啊 画呀 就这些 这还是比较靠后了 尤其到后面的这个 像像我们这个 什么 价值一算 这个僧道 都在其中 所以又可以看这个僧道 不过就是个行业而已 我们所以不要把它 太这个 这个什么 数字高歌 而且说 更不要说太太痴迷 有些 有些 所以现在有的还是 觉得这种不好 太不好 就没有必要 这个 这样的 是吧 那我们 比较下酒流的呢 就是 那个 那个 就是 一些偏武的了 我们说自武 就是中文清武 是吧 文人能上 那武人就是具体干事的 比较多 那就是比如说一些打那个杂耍的呀 打把是卖艺 还有一些这个偏下的就是说 这个 就是 这个 这个有当然也有说吹汤仁的啊 这是最最普通的 这个谁都能干的 这个卖汤活路的这些 其实也有他们的艺术 好好出转 好吧 那个 这个 八道九昌 历史上这个 八道九昌 其实这个 道 亦有道 怎么来的 这个土匪 他也有七五抢八八道 什么 关管孤独残 熬肉病残 以及一些什么清官呢 什么这个刚 这个 病人 就是那个 刚回家的那个那个香郎啊 就是等等的 很讲究 不是说 谁都能抢 而且一些震宅的一些宝物 特别 就是 特别穷的人呢 甚至说有的给他 不抢 你看人家那个时候 那就是说 即使是近 他也是有 卖一部卖身的 有气节的 有卖身 卖身脏腹的 从良的 这是更好的一种 再看现在的明星西子脏道 那差在哪